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这一题 如果已经知道 根号2是五里数 五里数是 Q 拉 要求证 5加根号2也是五里数 也是 Q 拉 那我们怎么证明呢 这种证明我们要用的是 归谬正题法 就是 假设 假设什么呢 我们这个要证的 它是 这个结果是错的 假设 假设 结果是错的 假设要证的这个东西是错的 那结果我们做到最后 发现它会盲睹 盲睹意思是不可能 假设它是错的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它就知道是对的啦 假设它是错的 结果不可能发生 那它是不是就一定要对的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 要证明的时候 我们就先假设 因为要直接说它是一个五里数 很难解 那很难讲的话 你可以这样来说 假设它不是五里数 是一个有理数 好 那是一个有理数呢 我们给它一个代号 这样等一下要处理才会比较好处理 特别注意到 这边给它一个代号 好 那所以你就得到的是 R 假设 R 就会等于这个数 好 加更号2 那那是 这个是错的 知道是有理数 好 是有理数的话 那它是有理数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是什么 更号2 它是一个五里数 已经知道了 那更号2 是一个五里数的话 我们要利用这个来产生矛盾 那怎么样产生矛盾呢 因为更号2 它是五里数 那我们知道有理数跟五里数 是完全不一样的 数线上 把有理数去掉 剩下的都叫做五里数 好 把实数 这数线上 每一个底所代表的数都是实数 把有理数的去掉 那它剩下的就是五里数 好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说 五里数跟有理数 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是把有理数 通通扣掉 剩下的是五里数 所以是五里数就不会是有理数 是有理数也不会是五里数 好 就是这样 所以 这边是五里数 那 我们发现更号二呢 你知道吗 单独出来 因为我们有的是更号二 知道 它是五里数 单独出来 这个就移过去 可以知道 更号二就会等于 R 剪掉的 R 剪掉的 那我们知道的是 这个 R 刚才假设的 它是一个有理数 这个 5 它也是一个有理数 5 是整数嘛 整数是有理数 好 那 两个有理数的 加减乘除 四则应算 都还是有理数 所以你最后就证明出来 更号二 居然是一个有理数 可是 已经知道了 更号二就是一个无理数 那它怎么会变成有理数呢 显然这件事情是怎么样 矛盾的 矛盾的 跟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矛盾 跟你知矛盾 那矛盾就是不可能 那为什么会出现不可能呢 就是因为你假设错了 你假设它是有理数 不可能 那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它就不是 好 所以呢 好 所以呢 好 故 这个 5 加 跟号二呢 它就是无理数 好 好 好